这是东北死刑犯行刑前的真实影像 视频中一个男人被无花大绑着 在警户人员的陪同下 与亲友进行临死前的最后告别 而他三岁的女孩也来到了现场 但年轻的孩子并不知道即将发生什么 还天真的跟他说拜拜 视频拍摄于2017年12月15日 此时的黑龙江赵元县还笼罩在一片白血之中 被无花大绑着的死刑犯 胸前挂着一个牌子 从牌子上我们可以看出他叫李世元 因为肇事杀人被判死刑 李世元从车里被押出来时 他的家人已经按照要求早早的等在原地 李世元首先来到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面前 这是他的老母亲 此时老母亲早已泣不成声 面对年迈的母亲 李世元平均的内心终于掀起了波澜 他不敢指示老母亲 想到以后都不能再向老母亲见笑了 他的内心忍不住悲气 最终只能跪在地上 想给老母亲磕三个想头 以此表达自己的歉意 但是老母亲怎么舍得让他下跪 赶紧去战斧他 但他却固执地给母亲磕了三个头 老母亲忍不住地搂着他痛哭流涕 反复地让他念阿弥陀佛 仿佛这样就能够消除一切罪恶 拜别老母亲后 他来到了妻子面前 妻子正抱着三岁的女孩默默流泪 由于孩子还小 他甚至不敢放声痛哭 李世元看着韩年轻的妻子 内心愧疚不易 他明明拥有幸福美满的家庭 却因为一时的冲冲 亲手将这份美好打破了 看着强忍泪水的妻子 他不会说什么甜言蜜语 只是小声地跟妻子说了再见 他三岁的女孩 不明白为什么家里的大人都这么难过 还以为爸爸又要出去跑工作了 因此像往常一样跟爸爸说拜拜 此时天真的小女孩 还不知道这次拜拜之后 他就再也没有爸爸了 想到这里 李世元再也忍不住了 为了不让家里人看了难过 他只能赶紧转身上车 即将离开时 他帮忙出头的好兄弟小赫 也来到了现场 李世元看着小赫心中不慰杂陈 久久说不出话来 但由于自己 确实有一件事要拜托小赫 最终千年万语凝结成一句话 照顾好我的老母亲 小赫立即表示 一定会把他的老母亲 当成自己的亲生母亲对待 得到这句承诺后 李世元才安心地离开 李世元既然如此舍不得自己的家人 那么他又为何会肇事杀人呢 其实这件事情 与他好兄弟小赫脱不了关系 这是2017年 东北死刑犯李世元 临行前的真实影像 母亲妻子痛哭流涕 女儿却不知道即将发生什么 还天真的对他说拜拜 那么李世元究竟做了什么 最大恶极的事情 事情还要从两年前讲起 2015年2月15日 是农历的龙海头 按照中华民族的传统 很多人为了讨个好彩头 都会选择在这一天去剪头发 李世元也不例外 这天他开着自己的小吉普 到小镇上剪头发 由于人比较多 等他讲完时 天色异换 小镇上却依旧张灯结彩 非常热道 李世元被这种热道的氛围感染 因此想逛逛再回家 没想到 这正是这一逛 竟然逛出了个命案 原来 正当李世元逛得开心时 突然看到 自己好兄弟小赫 一脸气愤地 从一家夜总会里面出来 李世元叫出小赫 询问他发生了什么事 小赫正愁一肚子的闷气 不知道向谁倾诉呢 于是就把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详细地告诉给了李世元 众所周知 一些KTV里 为了吸引顾客 总会有一些 不那么能摆上明面的服务 当时小赫心情好 觉得一个人喝酒没意思 于是就花钱 请了个小姐做陪 谁知道钱到位后 那个小姐 门一会儿就借口出去了 小赫左等右等 眼看着都叫半夜了 小姐还是没有回来 她的火气 一下子就上来了 花了钱 却享受不到应有的服务 这不蠢蠢的大怨种吗 她越想越气 于是就到前台 想要个说法 没想到 前台的人却理所应当地告诉她 那个小姐的熟客张继伟来了 并且也付了钱 所以那个小姐 就优先选择去陪张继伟了 小赫一听这话 更加来气 于是二话不说 直接冲进了张继伟的报警里 此时张继伟等人正玩得开心 突然被闯进来的小赫 打断了兴致 自然也不高兴 由于双方都憋着火气 因此很快就挣执了起来 甚至还一言不合的就大打出手 张继伟这边的人比较多 小赫虽然站立 但真的动机手赖 根本不是人家的对手 因此很快就败下阵来 张继伟等人收拾还小赫后 兴致也被破坏了 因此很快就开车走了 小赫却怎么也厌不下这口恶气 于是跟在张继伟的后面 叫嚣着要找人收拾他们 想要以此来找回丢掉的面子 正当他灰溜溜的准备离开时 正好碰到了闲逛的离世员 告诉给了离世员 而离世员也没有让他实话 当即表示一定会帮他找回面子 然而他怎么也想不到 这一次的找面子之旅 竟然直接断送了他的后半生 2017年 黑龙将赵元县的离世员 因为一时冲动替朋友出气 造成他人犯车入口 最终导致三人被活活烧死 两人身负重伤的人间惨剧 然而对于离世员的判决 却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 2015年 离世员听完小河的遭遇后 当即让小河下车 去教训张继伟 很快 他们就跟上了张继伟的小货车 张继伟等人估计也没想到 小河竟然这么快就摇到了人 张继伟害怕是听闹大 于是赶紧加速 想要摆脱他们 没想到离世员不仅紧追不舍 还想要将张继伟的车逼停 张继伟被烦得不行 于是不再忍让 直接撞向离世员的车 导致离世员的车被刮僧 离世员顿时火冒三张 一脚右门就把小货车撞翻了 小货车翻进沟里后 很快就燃起了熊熊大火 由于侧翻时 车内已经有两人被甩了出来 因此除了受了一些伤害 并没有丧命 但车内的其他三人 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 由于车子受损 他们三个被困在车内 根本就出不来 只能活生生的被大火吞噬 而离世员与小河 看着车子翻进沟里 就直接离开了 面对审讯他并不害怕 甚至对自己的罪行共认不讳 因此很快法院就将他判为了死刑 然而他的事情曝光后 却引起了舆论和热潮 一部分人觉得 他应该为自己的罪行负责 而另一部分人则觉得 他有情有义 判处死刑实在是太严重了 其实这期案件最主要的 就是离世员究竟有没有杀人的念头 由于这个东西太果举主观 并不好判断 而认为他刑罚过量的人 觉得离世员虽然有肇事 伤害他人的念头 但他并不想杀害别人 车子测翻后 他并不知道之后会发生什么 因此最多算是失救不到 不应该判死刑 由于大家各知己见 甚至就连案件本身 还传出了不少版本 当时还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 车子测翻后并没有急火 离世员下车查看后 发现张继伟等三人被困在车内 等他离开后 车子就莫名其妙的着火了 但是这种说法并没有官方的认可 因此真伟并不好判断 不管真相究竟如何 结局是三个人因为李世源而丧命 而他也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 因为他的一时冲动 四个家庭被围 他的老母亲不仅没人养老送中 还要承受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 他的女孩那么小 在面对死亡还没有概念的时候 就要失去爸爸了 不知道李世源在和他们道别时 会不会后悔自己当初的做法